只有怕担心这个H7N9的疫情会扩大 现在全台防疫大作战已经启动 全台湾的基农自发性的针对所有要运到市场的机枝进行了消毒 农委会也决定提早一个月也就是5月17号就要禁止传统市场斩杀活情 全台五都都可以率先失败 基农村的防护役在养殖场内仔细消毒 每一只从养殖场运出到市场的机枝通通都不能漏 担心H7N9疫情在台扩大蔓延一刻都不能掉以轻心 全台养殖协会自发性的对养殖场的机枝进行消毒 就是要消除民众心中的疑虑 H7N9来势汹汹 台湾首名境外一入确诊案例出现 相关单位如临大局除了基农之外 首当其冲的就是传统市场的活情宰杀摊位 已经受影响有差一些 两三层有了 卖机谈访好担心职严生意确实受到冲击 再加上台湾首名H7N9确诊病例出现 原本预计在6月17号禁止的传统市场活情宰杀 恐怕提前 商家也是十分无奈 都会愿意去配合 可是他今天给我们的资讯 好像是零 没有 店家忧心忡忡而记者走访传统市场 还是可以看到民众购买鸡肉 一定要煮熟啊 就是卫生方面啊 就是要很小心啊 就不会有事 怕感染上的话就麻烦 买鸡受到影响消费者的反应良极 但是还是有不少民众对于台湾的鸡肉有信心 只是现在防疫大作战 还是要靠全民一起努力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